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一个药师 所以呢 我对于我们人在治疗的过程里面 我比较跟一般人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都是会从生理开始学 然后开始学病理 然后来人在学药理 就是治病 最后来讲就是所谓的结果是怎么样子 我们去应用 我在几本书的时候 特色跟别人也不太一样 第一个呢 我是从所谓的生理篇开始讲起 生理篇就是我所讲的 就是本书的主走 就是以灵魂做主体 灵魂呢 就是我就是看不见的存在 是所谓的生命的主体 作为本书的起始 是 然后有关于如何去诠释生命 如果去诠释灵魂呢 我就把它用光子 数为灵体 还有虚数 还有光 来解作为对于生命的诠释 我就把它放在生理篇 作为本书的主走 第二个的话就是所谓的病理篇 就是所谓的传统上 我们社会所应用的 我们目前社会的乱象 社会所谓的治标的方法 我们都放在所谓的病理篇 我们所谓讲的身心灵的 如果利用身心来治疗我们的心 达到我们的身心平好 这个也是属于病理篇的一部分 因为身心灵呢 它没办法解决身体的概念 它只是会从个案里面去 让你去解决个案的事 所发生的事情 每一个人 你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围到在你的周围 我们要去如果去达到它的平衡点 它非常的困难 所以呢 身心灵只是在某一件事情 去让你达到身心灵 而且他们在一般 在讲身心灵的时候 事实上只讲到身心而已 因为灵根本没有谈到 因为他们对于灵也无从谈起 对不对 灵是在我们这个地方 才有谈到什么叫做灵的部分 所以我们放在病里边 对 第三个所谓的药里边就是说 那我们如何去治疗 如何让我们 把所有的一些问题放在 所谓的药里边 我是以光为为主 以爱为主 所以说我对于爱 以光来解释爱的部分有特别的诠释 这就是生理篇 病里边 药里边 最后来讲还有一个应用篇 应用篇 应用篇主要是讲 我找到的身边的解方 应用在生活上 告诉读者去做更深入的一种延伸应用